大家好,我是胖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讲一讲我们的2020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关注我 谢谢 大家也知道 我们住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上 当纽约和加州刚发现新冠病毒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新闻 当时我们没有想太多 只是认为这个小镇应该不会被传染到的 所以也没有当一回事 后来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以后 我看到中文网站的新闻说 华人购买了大量的口罩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了情况不是太好 于是我开始经常在阿尔玛看口罩 只买到了三小盒口罩和两个N95的口罩 一共是62个口罩 我跟我老公说去附近的大城市找找看能不能买到口罩 后来新闻报道美国一有不少的州发现了新冠 这个时候我开始抱怨我老公了 早一点买就能买到口罩了 可是他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没事的不会有事的 在疫情还没有大面积的扩散时 我们去了德州住的是旅馆 那个时候德州也发现了新冠病毒 我老公还是没把病毒当做一回事 下面我要顺便讲一讲我老公的朋友 我老公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德州 不适合我们在一个地方 他的朋友住的是移动的房子 可以脱走的那一种 他的朋友也是没把病毒当做一回事 直到有一天他朋友的老婆去超市买厕所纸 才发现买不到了 最后在加油站买到的价格高了一些 这个时候他朋友才感觉到了新冠 不是像普通的感冒一样的小病 大家都开始买食品厕所纸 储备着防疫了 有一点我一直不明白 疫情和厕所纸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有的人买那么多的厕所纸 储存起来 害得别人买不到 我当时住的那个旅馆是一个印度老板 由于厕所纸紧张 他告诉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说 不要给客人提供太多的厕所纸 后来我老公的朋友开始了几乎天天给他打一个电话 这一对兄弟从开始的不害怕病毒 转变成了防治病毒的专家 两个人经常把在网上看到的新闻 拿到电话里进行交换 说什么酒精能杀死病毒 我老公下完班后 专门去卖酒的店买了威士忌 回来后还跟他的朋友分享了 他的酒是什么口味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在用酒精防病毒呢 还是借着机会来享受美酒 后来疫情严重时 我们家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 在全美国排在了前第五名 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是邻居 于是德州封锁了通往路易斯安那州的路 不允许路州的人过去 那个时候正好是节假日 我老公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我们没赶回家 怕回家以后回不去了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在德州了 看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感染人数每天都在上升 我开始焦虑了 担心我们家的儿子被感染 特别是我们家的老太太 因为我们家的老太太很喜欢出去买东西 她被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些 我害怕了 我让我老公经常打电话给老太太 告诉她不要经常出去了 如果出去最好戴口罩 那个时候我们离开家时 我把所买的62个口罩全部留在了家里 当时想老太太爱出门 用的口罩会多一些 虽然62个口罩不是很多 但如果老太太减少出门 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直到市场上可以买到口罩了 而我和我老公用的是厨房用纸自己做的口罩 再后来 路易沙那州也成了美国的疫情重灾区 我们这个小镇实行了过了晚上八点以后 不准任何车辆在路上行驶的制度 开始了强制大家待在家里减少外出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我们这一个地区死亡了87人 最悲惨的是我们路易沙那州 有一个老太太和她的三个儿子全死了 2020年虽然过去了 但大家的生活目前是回不到从前了 疫情让我老公失业在家 但是我们活着走出了2020 希望在2021一切都会好起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了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